台中高美濕地出現了一隻超大海豚 上千位志工包圍牠 不過仔細看 這隻海豚竟然是由漂流樹枝 數以千計的廢棄寶特瓶 還有一袋又一袋的垃圾組合成 用垃圾做出來的海豚 垃圾量多達5噸那麼多 這些都是由淨灘志工清出來的 有一些塑膠啊 玻璃 都是一些自離破碎的東西 好 你要吸管 好 志工負責撿岸上的垃圾 海上還有漁船組成的環保艦隊 透過無人機空拍 來確定海漂垃圾的位置 我們新成立的UAV 無人載具的偵查 觀察海上的所有狀況 能夠通報協助處理 有關海洋垃圾這一塊 海陸空三方並進 要讓高美濕地恢復清潔樣貌 海巡署說下一個淨灘地點 要去屏東加熱水 一起努力 讓海岸恢復原有的美麗 我們都會遷秘 平均 究竟 各地 皇香